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估37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PO被叫停 官方也对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反垄断调查 马云也就从此从公众事业中消失了 华尔街日报1月5日独家报道 马云消失是源于中国政府正在逼迫他交出 蚂蚁集团所收集到的消费者信用资料 早在中国央行推出百行征信的三年前 蚂蚁集团就在2015年创建了自己的信用评分系统 芝麻信用 协助没有在其他地方建立信用资料的个人和小商家进行评级 消息人士表示当局对马云提出了两个选项 一个是要求蚂蚁集团将资料转移给人民银行运营的全国性信用系统 另一个要求蚂蚁集团分享数据给央行实际控制的信用平等公司 该消息人士表示虽然蚂蚁集团和中国其他七个数据公司都一样是该信用平等公司的股东 蚂蚁却从未交出数据 多年来以央行为首的中国金融监管系统一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让放款人更能评估借款人信用的评分系统 借此扩大公司和个人的融资渠道 这也是政府近日推动数字治理的政策一环 即利用数据和科技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力 男人马云多年来却始终拒绝让监管机构取得更多蚂蚁集团掌握的个人信用数据 对这个信息我持否定态度 因为我不相信马云为了保护客户信息会与政府对抗 因为他早就多次表态 只要国家需要支付宝可以随时上交国家 马云不是维权律师 他的身段很灵活 不会去死科 马云到底在哪里 英国金融时报8日报道 中国官方宣传部门于2020年12月底 对媒体下达了一份报道蚂蚁集团新闻的指引 该报道引述两名看过这份文件的人士指出 指引要求媒体必须正确引用 官方对这起反垄断调查的口径 未经允许不得更改和增加其他评论 文件又止如果任何公司的声明反对官方立场 则不能刊登不能转载 也不能引述外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析信息学院的研究学者肖强认为 这份指引是严肃而不寻常的 他说指引中的用语和薄熙来案等特别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 指引很类似 肖强声称马云的融资和一些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有直接的关系 他认为马云并非因为一次演讲触入了中共高层官员 该事件可能还有高层政治的背景 也就是说马云的问题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 高层权力的博弈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信息不公开的社会 中共高层的权力博弈更是一个黑箱 让外人无从探究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不妨谈谈马云和他的命运 第一如何看待马云 时评人士长平在他的文章 马云的中国智慧中写到 马云喜欢秀场 甚至还有点上译 有网友总结说 与商界大佬座谈 与全球首脑会晤 是马老师的标配 但这还不够 他还投资拍电影 让自己演功夫大师 他捐助乐坛 让自己当指挥 他与流行歌手王菲合唱 还和艺术家曾凡志共同作画 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 聪明过人 求生欲强的马云 做了很多协助当局 作恶的事 并洋洋自得称之为 深层智慧 借助他的名声和讲台 向全世界推销 等于随时收拾他的权力体系 他自己也贡献不菲 31年前 中国有过建立公平正义 民主社会的机会 那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 对于这场被坦克和机枪镇压的民主运动 马云在2013年7月 接受《南华早报》记者采访时说 邓小平在六四当中 他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 他要稳定 他必须要做出这些残酷的决定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 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 马云经常宣称自己的清白 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以阿里巴巴为母体的庞大商业帝国中 马云和中国权势阶层 有着旁根错节的关系 在投资马云 阿里巴巴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 都有中共建政工程 和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子孙 其中包括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贺国强的儿子贺锦雷 陈云的儿子陈元 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曾培炎的儿子曾之杰 王正的儿子王军 马云紧紧乐到他的大数据 如何协助政府预防犯罪 但众所周知 中国政府最有兴趣的 是利用大数据来监控异议人士 和统治少数民族 据报道 阿里巴巴的云计山业务网站 展示了客户如何使用其软件检测图像 和视频中的维吾尔族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面孔 除商业成功之外 马云也跟其他普通中国人一样 搞关系 混圈子 出风头 福音强能 自我美化 把不正直当智慧 把作恶合理化 但是当国家需要消灭你的时候 这些小聪明都无济于事 那些关系网都会成为拦住你的天网地罗 在文章的结尾处 长平写道 有人会说 如果马云再聪明一点 再低调一点 对如金融系统的问题 看见了就当没看见 是不是就可以平安无事呢 当然不是 领导正路 这是表面现象 背后是专制理性 专制理性告诉当权者 绝不允许民营企业家一家独大 所有的资本都要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所有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 第二 马云的命运 我认为如何看待马云是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马云放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 一个既有金银天赋 又与权贵暗通款局 一个既希望国家走向市场经济 又为中共独裁专制辩护的马云 其实并不难理解 但今天马云之所以坠落神坛 是因为他不能适应 今天中国的新时代 极权主义时代 在中国八九十年代 甚至本世纪初相对自由的空气中 崛起了大量的民营企业 但是中共近来不断的强调 不忘初心 共产党人的初心被视为消灭阶级 和消灭资本主义 让本营垄断 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垄断一切 两年来官媒以及亲北京的学者 在点点滴滴灌输一个思想 比如私营经济退场论 现在美国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敌人 并展开全方位对抗的形式下 在新冠疫情肆略全球 和美国政府更迭的背景下 中共对政权的稳定深感忧虑 担心民营企业会成为 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 要求民营企业家听党话 跟党者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中共统战部日前发表指令 要求强化在私企中的党的建设 中宣部更直截了当表示 坚决防范资本操控舆论的风险 独立学者戈壁东说 马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 前面装了很长时间的糊涂 他一直留有侥幸心理 五次退休 本以为退几次就能混过去 这也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的悲剧 不愿意丢弃幻想 马云最后终于看到了王岐山的态度 就像面临被宰猪 看到了屠刀一样 必须豁出去 拼命叫唤几声 除了严嫩之外 马云的阿里巴巴确实也太肥了 中共抱着养肥猪的心态 养大了再宅 对所有工商业民营企业都是这样的共产套路 允许你鼓励你最终的目的是消灭你 现在经济缺钱 国有企业大批债务违约 弄掉一个马云仍旧很大一块 马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就是在中共那边已经失去了乐园 阿里巴巴未来一条路 就是中共将它改造成 它需要的所有制模式 马云和马云这一行人 都会基本上被淘汰出局 我认为马云作为红顶商人 本应该知道自己的本分 资本依附于权利 权利带来更大的资本 资本不能对抗权利 否则权利就会吞噬资本 中国历史上的红顶商人 无不是因为依附权利而飞黄腾达 又无不是因为失去权利的依附而身败名裂 资本和权利的平衡 如同高空走钢丝 它是刀锋上的艺术和飞蛾扑火的功夫 在中国 马云不可能成为美国的马斯克 正如《人民日报》 在2019年9月发表社评宣称 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 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回到这里 ska尝对 一起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